如果是泡過藥水它通常就會比較大支 花紋它就會被撐得沒有那麼的自然 那我們來看看蝦子的花紋呢 你看非常的清晰 他們家的蝦仁呢主打沒有蓬發過的 它就是沒有泡過藥水 然後完全是天然而且非常的大支 先讓它均勻一下 融一下 我們再把蝦子倒進來 它已經變成了微微的粉紅色很漂亮的色澤 我們要來進行簡單的調味了 冰湯的香氣已經冒出來了 上菜了 嗯 肉質非常的紮實耶 而且很新鮮的味道 每一隻 都像有運動過的蝦子一樣 搭配我們的那個醬料實在太好吃了 吃起來的口感不會是滑滑的 也不是太脆的那一種 它就是紮紮實實的蝦子肉 這就是沒有泡過藥水的蝦子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這種已經處理好的食材 簡單又方便又可以吃得到它的新鮮美味